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在修行的过程中 你的劲你在转 福地福人居 若有不得 反求诸己 所有到的地方都是好地方 所有都是好事 你有这样的心态 你有这样的决心 你的生活境里面一定改变 但是你没有愿意这样子去实践 一下有一下没有的 后面就有可能会生变 那当然了 就是有些人遇到超码 有一段时间 有些人刚刚才遇到超码 每个人的记忆不一样 所以轻重缓急 各方面的发生情况也不一样 我们有个学员 进入到超码不久 也参加活动 也在做这个 怎么样一些好事 但是 坐着坐着 他的儿子就离开了他 离开人世 所以他就回头看 那我到底哪里做错呢 我也很热衷潮码 我到底哪里做错呢 我问你 我没有比喻的时候 你不懂 我刚比喻完大卡车 现在你懂不懂 你要明理 我们不是一个 只说他没有一个真正的运转的机制 他是一个真实可以改变人一生的机制 只是运转下 时间和各个运转的程度 机缘 有没有刚好坐在一块 Bingo 就是这样而已 他的这个小孩 在离开世上之前 还留了这个阳世间的 一个 一个债务 那这个 家人嘛 总是希望 因为偷游钞码 而能够改变 他的亲人的一个际遇 但是你们知道 这相关于谁呢 这相关于 两个人的因果状况 在这阳世间同时发生着 以及后面你看不到的因缘 前世今生的故事 他还凑在那一块 正在运作着 所以当你了解整盘的因果的时候 这个 当然 今天 同时中发生的事情 在阳世间看到自己的损失 总是心中 过于 就是过不去了 就说怎么会这样的 别人都好好的 为什么他是这样子呢 对不对 但是我要讲的是 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 有些人说 这个 劝他说 也许 小爱来是逃报 现在逃完了 就回去了 那是一种说法 对吧 那也许 什么什么什么 也是一种说法 反正有很多种说法 对吧 但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是 还是结果论 那是一种说法